哈喽,大家早上好,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中,我们一觉就睡到现在了,我还是比较勤劳的,就是起的比较早一些,给你们看看我的小闺蜜器妈,现在还在床上躺着,她也不起,她说她太累了,我们一觉睡到现在呢,于是呢,就没有赶上酒店的早餐,所以呢,我们现在准备订两份早餐,就是尝一尝海南的特色,暴罗粉,咱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暴反,尝一尝吧,我们这次来海南呢,来的时间好像是不太多, 对,就是这两天总是在下雨,一直在下,一天能下好几场,又刮风又下雨的,刚刚那个来打扫的阿姨说,也不知道哪刮台风呢,你看看天天下雨,于是呢,我们在这个酒店里又困了两天了,就是楼下的泳池也没法游,就是水太凉了,啊,最近呢,好多老铁都在议论我的头发,确实是挺恶心的,这次剪的,其实刚剪完的时候,我还是挺满意的,但是被你们这些老铁天天说难看,说跟扣着, 这个钢盔似的,还有说,剪完这个发型,跟着大妈似的,于是呢,我现在照镜子,怎么照也感觉跟着大妈似的,没办法,就是已经剪成这样了,错过去了,我已经把后边是扎起来了,扎完了之后,这两柳,这两嘴扎不起来,然后就在这编了个小店儿, 看看我俩今天的早餐,海南的特色,爆炉粉,还有这个虾饼,大虾饼,小虾饼,因为我们错过了酒店的早餐,只能订这个了,他们这里的特色,酱爆虾饼,特别浓的虾味,下大雨了,出不去了,还说今天出去玩呢,去逛景点呢,哪也去不了了, 看这个大海,它会变色,刚下完雨,那个变成绿色的了,现在,啊,好绿啊,好绿,有蓝色的,有绿色的,这水,好绿啊,太阳出来了,天亮着呼呼的风,伤悲,这是我们呆的小泳池,两个外国人,又开始下雨了,回房间继续躺着吧,